由元朗乘64K来在坑下普落 落了之后 立刻向回头车的方向进发 走多二三十米左右转右 我们就可以上牛姑岭北大刀印 今天走一转北大刀印 在酷热天气下 很快就来到香港青年奖来计划赛马会 这一座黑色很容易认的地标式的建筑物 我们沿着这个建筑物旁边这条马路 一路走进去 几分钟就去到牛姑岭行山征的入口 很快就来到这里拍着这条桥 这基本上都是山征的入口 走前一点我们会见到牛姑岭行山征的牌 很开洋的那条河 看 不是特别漂亮 这棵树反而漂亮 前面连连转了 刚才这条桥走进去 已经四百多米了 这里真的没有太阳可以晒到 连担傘也没什么所谓 是头几分钟有可能会晒到 跟着现在走的路段 全部都有这样的树荫 上次讲到的话题 上一条行山片讲到的话题 就是说 戒烟 你戒不了两年 你不要当自己戒了 即是你要肯定自己戒得烟 那你就要面对未来的两年 先戒朋友后戒烟 那你真真正正真的戒到了 如果你戒了半年九个月 你吃汤的机会都很高 具体上是怎样戒呢 没有具体 具体有两个字 戒烟 或者不吃 但是不吃的方法 有很多种人会有不同的做法 我认识一些人就是因为 他进医院做完手术 医生就告诉他 你再吃烟你没几年多 他是因为这种压力之下 他不吃的 他可能这样容易些 因为怕死 我认识一个人很要面 他当警察 他有一次为了戒烟 他就召集了手下在他面前 大声宣布 他说我以后都不吃 结果真的行 因为很坏 你要那些人听你怎样的 是听你指示的 如果你自己说出 正正式式地宣布出来 说不 以后都不吃烟 如果你再吃 以后跟这个顺利 他真是成功戒了 所以你看一下自己的具体情况 自己去制定一套计划 究竟你想怎样走 你要面子的 他就跟那些人说 如果你不是要面子的 你要健康 要命仔的 你自己 每一次客客自己 吃少点就好了 你到这里走了600米 你去看 猴姑岭行山径 有这个好处就是 你永远走多少 他都有标示牌 有时候200米 有时候400米 你永远知道自己 还有多少路要走 因为整条猴姑岭 大约都是2600米 然后你走多15-20分钟 就可以上到北大都人 走多800米 就来到这个亭 这个亭 如果跟地图 它写着许愿亭 如果你就这样看 又不是看不到三个字 非常之不明显的三个字 许愿亭 小小的黑黑的 写着在这里 很少有人在这里休息 因为上到来都 这么高了 这么辛苦了 我只是有一次见过 有一个可能六七十岁的人 拿着两罐啤酒 一罐拿着 一罐就是在喝 就是在这个亭 那是早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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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就是 但是其实没有办法 就像戒烟一样的困难 有时候你 早上 买早餐 上班 你看到 7 或者OK便利店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买两罐啤酒 买两罐啤酒 那就是做早餐 哈哈 不是他们想拿这些 啤酒来做早餐 而是他们上了 酒人界不脱 过了一千米 这里有个栏杆 转转进去 拍照 这个位置很开阳的 直到休息也可以喝一口水也可以 这里直望 大埔马安山 向右望 是否看到大武山 我跟大家说过 我跟大家说过 那个戒烟的心法 但是戒酒的心法我没有的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酒饮 无论怎样喝都没有 曾经有一轮 就是 每天都是 喝一瓶大啤 差不多 凉 但是 喝了几个星期 都不能上瓶 的话程就停 因为觉得没瓶 喝完之后 要去厕所 完全是不会想念酒 想继续喝 但是同样 过有些朋友 十年岁 因为他老爸 是酒鬼来的 他就 十几岁开始喝酒 没有钱 没有什么零用钱 就去买一些粥叶 便宜的 那时候几元一瓶 你 几难喝你都喝 因为你缺乏酒精 酒精不到身体 感觉到周身不舒服 这些人就很惨 到几十岁 他其实根本都戒不了 因为他没有 又怕死 生意上又成功 做人又成功 总是戒不了酒 年不年定 其实是厌肝酵素 也没用 难道看着自己何时死 这个 你要自己找一下 如何戒酒 我说不到给你听 因为我根本都 完全没有酒引 不知道是不是基因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怎么戒 说到喝酒 又说一下醉酒駕駛 因为有时候你和朋友出去喝东西 他有駕駛的 可能喝完东西之后 很客气 他说车你回去 諸如此类的东西 你千万不要上这些车 那个人稍有酒意 如果有什么交通意外 保险单无效 就是你有什么意外 你自己搞定 司机或者车主 也未必有钱赔到给你 我们不要说赔钱 到时你真是逼一只脚 终身盘费 那赔多少给你又如何 何况我说的是 当保险单失效的时候 因为醉酒駕駛而失效 连斗链都没得赔 那你就自己拿来摔 不过这样 到今时今日 醉酒駕駛的人 其实是少了很多 二十几三十年前回归前 那个时间 到处都有人醉酒駕駛 为什麽呢 有个历史因素 以前很多外国法官 他自己 审言按诺那班 自己都是 Happy Hour 喝酒 他自己又会驾车 那你如果自己 也有可能犯的错误 你怎样敢罚人 罚得这麽重 但现在的醉酒駕駛 罚得很重 不要适当中坐监 刚才说过喝酒 又说过以前喝酒的趣事 在湾仔很多酒吧 很多人都未必有去过 我现在说的是以前的经营方式 即是回归前 很多那些水冰 走下去的鬼头 走到湾仔酒吧里喝 酒吧经营的方法 就有正常的 又是 比较出位的 正常没什麽好说 付钱买酒喝 比较出位的方式 他们有几种 有些 叫钢管舞 找些女儿 或者无上妆 或者他就找些 年轻女儿 就叫你请她喝东西 陪你喝东西和你聊天 但是我多数都是讲英文的 如果你是招呼外国客 你带他们去酒吧 你九成机会被人扛 你招呼客人 你不好意思和他们吵 他有一个 隐藏的收费表 如果你喝杯啤酒 可能几十元而已 每个都喝得起 但是如果你 你被要求 请我喝杯东西 你请那个女儿喝杯啤酒 他有一个价单 就是 不让你看的 埋单才拿出来的 有一个价单就是 五六百元一杯啤酒 请他喝个咖啡酒 可能是千一二 那你 你无端端 我们喝来喝酒 都没有多少杯 几百元一杯 找到够了 结果把单单出来 五六千元 就很多时候会发生 这样的情况 如果游客 有时会被他冤枉 如果本地人 他怕你和他煞气报警 他又未必会冤枉你 除非你是招惠外地客 他觉得你 机会成本高 你不敢和他搞大件事 寧愿 惯不见几千算数 当时是有这样的经营手法 说到这方面湾仔酒吧 引伸到一个故事 不是我亲身经历 是我朋友 他有一天给电话我 问我有没有地方可以 避下风头 你说什么 以后他面对面出来说 刚刚发生了一件事 他说 打到那个酒吧 那个保姆 是不是叫保姆 龟婆 打到他一拳 整只眼黑色滚了楼梯 现在不知怎样算好 他说 很多人 他们应该都报了警 遲早走来通缉我 现在想躲起来 我叫他 我说 你当然不要躲了 你怎么走得掉 人家的酒吧经营 和那些有势力人士 盘根挫折 刮起出来 打你一身 你都没仇报 当然是报警 他未报你才报 打人就打人 面对他 我们到了这个 2600米 完成了这个 牛姑岭行山径 我们继续上 北大都人 后来详细问他 原来他件事的起源 就是因为他在那间酒吧 认识了菲律宾妹 她是陪酒的 两情相遇 做了女朋友 他就想他脱身 不要再做这些事了 就跟那个保姆谈 一谈 当然没什么好说 而且也没什么谈 因为原来 他就扣起了那个女孩的护照 当然不只是扣他一个 他手下那些 可能二三十条女孩 个个都扣起了 的护照 根本就 上班 下班 就回宿舍 不让他们接触外人 但是这么巧 一个酒楼 被我的朋友 找了这个 陪酒的侍应 结果就是 搞出事了 这个女孩又跟我朋友 说 她说 我的护照 扣起了 如果想走也走不掉 现在钱我又找不到 但是迫着在这做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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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做了男朋友 有些男子气概 就一二三 就 逼那个 龟婆出来 跟她说 我说 你给她一个 就是 直接 跟她说 她当然不给 你这样说一声 就能给 那我其他那些 女孩不是全部都要交出来 我以后还不需要做 谁知道 越拗就越烈 越骂就越烈 越骂就越烈 接着一个 控制不了情绪 一拳打落 这个 好吗 不知左眼还是右眼 一个黑眼圈 转到楼梯上 就是这样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 好了 她被我说服了 她真的去报警 因为当时 在酒吧 不是在警察网 就是在警察网 可能已经停了 一个多两个小时 只知道 一进警察网 就看到那个保姆 刚刚走出来了 那个保姆 立刻用英文 跟我朋友说 我给他们一个计划 我说是一件事 我伤害自己 我甚至没有提醒你 没有关系你 没有关系你 就是因为你要 跟他拿回护照 所以打他一拳 原来 再查下去 那就是你 不止拿一个 女性的护照 你整班人 在你操纵之下 就是这样去经营你的酒吧生意 她就害怕 她不敢 将这件事 让我出来 结果没事了 很快走到这里了 有个牌子向左边 这边 临港公路经大刀印 或者粉凌车站 右边这里就是 此路不通 非和鸟石的 不要去啦 既然是此路不通 是吧 我们继续上吧 其实说回我的朋友 他当年也是喝酒 雷史 自己喝大两杯屎水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本来打算好声好气 可以逼迫那个人 拿个护照 出来救了自己的女朋友 本来是想得很完美的 想着拿回个护照 让她可以回到菲律宾 然后自己就可以去菲律宾 探望她 共族情愿 不用整天被这里牵制住 谁知道自己因为喝大两杯 控制不了情绪 搞到一祸祸 那叫做幸好走得了 如果不是分钟坐牢 这些事 不幸中的大口 可以不喝酒 都是不要喝酒 走下山不太好 这里有个分叉路 左边临港公路大刀印 当然是京北大刀印 那右边是怎样 很漂亮 这里一条一样可以上北大刀印 那我们走一走这条 没有走过的 其实起码没有拍过 有走过没有拍过 那现在拍一拍 这里有点竹林可以看 不错的 这里就是我说的 漫长的竹林 不是很漫长 漫长就 但这里呢 就是少些人 还有呢 竹树就茂密一点 还有还有蜘蛛网 可以敷一下面 不错的 这里 毕竟都是小人 走下去的 那走到前面呢 就有个路口 转右呢 就去粉凉车站 转左呢 就是依然是可以上回去 北大刀印的 我们将会是这样走 现在还有蜘蛛网 好了 连到这个路口了 右边呢 就去粉凉站 左边呢 就上回北大刀印 转左之后呢 就要走这些木板制的楼梯 都不滑的 挺好走的 如果不下雨是可以的 一步一步慢慢走上去吧 没多久呢 我们走到这个汗池 臭到死了 别用了 忍一下吧 贴油 走一小段山路 跟着呢 上一小段楼梯 就到北大刀印 今天也算是这样 在牛高岭山脚那里 上到59分钟 就来到北大刀印的楼梯 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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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潘水湖 这里呢 就是大武山 想走大刀印的 继续在这里 不过今天呢 够了 因为一个钟头呢 我又要下去 沿路接返 基本上是 沿路接返 在这里做一些总结 其实我刚才所说的 湾仔酒吧经营的手法呢 到今天我相信 存在的机会都很低 因为以前 如归前二十多三十年前 那时候经济又繁荣 每个袋里面又有钱 手上又有钱 即是很容易屈的嘛 有钱便可以解决问题 那些酒班便可以这样来经营 但是到今天 你要屈它 别人跟你死过 找钱这么艰难 所以我觉得呢 过去的 你就当一个笑话 这样听了便算做 这些这样的骗案 经营手法 存出不同的 就是以前用这些方式 现在在网上 互联网 电话 大把方式 即是好像 算是无缠缠缠 收到那些 没有来电险事 或者有些不明来电险事 电话又说卫生署 以前又说速製公司 这样 这些不算是一样 即是你哪个不幸 你就中了 一遇到这些 最好都是不要烦 收了它就算了 block了它的电话就算了 不过时代不同 建案的形式 手法都不同 不过现在这些 我只不过是 当是分享一下 即是以前的层面 好话 好了 我们走到这个位置 如果大家还记得 这个罕次 那我们就是 上个凉亭 然后呢 上了之后呢 就会有个指示牌 走回这个 牛菇岭山径 那我们沿路走回去 就没问题的了 今天说到这里了 拜拜